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喜事降临了,11月四生肖裁员广进,属收入翻倍,蛇升迁加薪,时序进入10月底,即将迎来11月。 根据搜狐网报道,11月初四生肖,将会有喜事降临,为生活锦上添花,分别是鼠、牛、蛇、兔。 生肖鼠,鼠鼠的人做事,首要看重的是长远价值。 但是,11月初一,正观得财,即兴将抵达天斋宫。 倘若生肖鼠懂得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将有望得到横财和财富,人生会迎来一个非常辉煌的结局。 另外,鼠年出生的人,在未来三个月的赚钱路上,一定会脱颖而出,收入翻倍。 值得提醒的是,这段期间在处理,具有共同利益的合作关系时,需要格外谨慎。 只要拿出耐心和毅力就会得到回报。 生肖牛,鼠牛的人出生于土五行。 其中1997年出生的鼠牛者,蒙厉岁次丁丑年,又成为水牛,在11月初很容易得到。 1992年出生的金猴帮助,形成深今生酬水的局面。 当机会来临时,运势会大幅上升,财富会水涨船高。 这段期间,倘若鼠牛者,抓住了好运气。 无论原本有多么贫穷,都可以变得富有,让旁人羡慕不已。 需要注意的是,对于一些牛年出生的人来说,未来三天福德工,意外遭遇煞星、火星。 健康运势不佳,要小心颈椎疼痛问题。 同时,有一部分的鼠牛者,身体会显得有些虚弱,经常感到疲倦,需要注意喉咙和口腔问题。 生肖蛇,蛇年出生的人,近期发展可说是相当顺利,只不过不会遇到什么大惊喜。 每一天都过得很平凡。 11月初,鼠蛇者将摆脱平庸的运势,有机会遇到天异星和贵人之缘,将能够在支持下顺利发展,并获得事业上的晋升和获利。 建议鼠蛇者应该在大运的保护下更加努力,以便取得更加惊人的成绩。 生肖兔,对于兔年出生的朋友来说,10月底有可能会过得不太顺利,不过等到11月初,事情将会出现转机。 鼠兔者的财运有机会涨红,一级财源滚滚,财源广进。 11月之后,鼠兔者的整体运势将会变得很旺,无论是事业或生活都一样。 可说是喜事不断,尤其是事业上,鼠兔者将会有贵人相助。 届时前途一片光明,有机会财源广进,家财万贯。 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,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兄化吉。 神智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进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兴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家里有数码的人,请珍惜身边有数码的亲友转一下,今后好运一生。 数码的人性格很奇怪,有时候超爱说话,有时候可以一天不说话。 高兴的时候会判命地说话,不高兴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。 数码的人不爱记仇,但谁对他好,谁对他不好,他还是记得很清楚的。 数码的把真实的自己藏于半夜的寂静和午夜明朗的笑声中。 数码的最注重的就是安全感,希望被保护,却常常是一个人。 数码的不容易爱上一个人,但一旦爱上便很难自拔。 数码一旦受伤,总是被伤得很深,只有几个贴心朋友。 数码的是个很爱撒娇的孩子,总是很依赖别人。 数码的喜欢海,喜欢顾饮自怜,喜欢自己舔伤口。 数码的性格很古怪而又孤僻,他们会突然在大笑中沉默,感觉悲伤。 数码的心里想什么从来不说,别人也猜不到。 数码的嘴上说不在乎,心里却早已悲凉,心里的那把火早已熄灭。 数码的选择了沉默,不再像以前那样,炙热地去追求某样东西。 数码的总是很爱回忆,回忆以前的点点滴滴。 以前的大小事,只是默默地想住。 数码的做的人天生敏锐,与生俱备的第六感。 对人的内心,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。 但他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心里。 数码的人可以把你的眼神,内心看得很清楚,但却不会告诉你。 他用旁观的态度判定虚伪。 数码的人不懂甜言蜜语,不懈拍马屁。 数码的人本能地排斥。 虚伪和做作的人。 数码的人不会真的发火。 就算生气,也很快忘记。 数码的人只对真正懂他的人,展示他的创造性。 他的情绪他变得冷淡,就证明他开始对你重新审视。 当他越是沉默,就代表他越是生气。 数码的人可能看起来很凶,其实内心是最柔软的。 数码的人看起来很冷淡,但那只是保护自己的方法。 数码的人很重视友情,但被伤害后绝对不再友善。 数码的人很容易被感动,但感动中又饱有理智。 数码的人可能看起来很坚强,其实是最脆弱的。 数码的人可能很爱哭,但他的哭并不代表认输。 数码的人可能看起来很笨,其实大智若鱼。 数码的人可能做事很毛躁,但内心很细心。 数码的人天生敏感和细腻,却会用心鉴定。 数码的懦弱,受了伤之后,只知道躲在无人的地方, 独自哭泣。 数码的虚伪,明明已经心痛到无法呼吸, 还要在最爱的他面前,假装坚强, 不轻易让任何人走进他自己独自的世界。 数码的笑容,无论开心或者悲伤, 他都是一脸笑容。 笑容是他们伪装自己最好的武器。 数码的眼泪,从不轻易让人看见。 他的泪,从来只有他知道, 只是谁又知道数码的退缩。 数码的,永远不会轻易说爱或者喜欢, 除非真的喜欢到了极点。 否则,要他们表白几乎不可能。 但是,一旦表白, 他们就是不遗余力地付出。 即使知道这样做换来的结果, 可能是深深的伤害。 数码的, 永远只可能做同一件事两次。 表白也一样, 同一个人, 只可能听到他向你最深地表白两次。 两次之后, 就是绝对地安静了。 即使仍然深爱住, 他也没有勇气。 再说第三遍, 我爱你。 他的退缩, 不能重复一件事第三次。 数码的愚蠢, 不懂得怎么挽回深爱的人的心, 只能自己心中默默地祝福和祈祷。 受了伤的马, 只会在角落独自忍受追星的痛。 数码的, 体贴第一名, 爱吃第一名, 爱嫁第一名, 孝顺第一名, 多愁善感第一名。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数码的人? 家人, 朋友, 至交, 深爱一生的人。 如果有, 就为他而喘下吧。 赚了以后, 数码的人, 在2020年一切都顺利, 并且走大运为了数码的人。 请你保存, 传发, 数码必幸运。 今天听老人说, 数码的命是一只辅马, 数码的今天之后必有大运。 请为数码的人转下, 家中有数码的人, 身边有重要的人数码, 请转发, 祈求他们一切顺利, 世事平安。 数码的人财源滚滚, 平安健康, 财运亨通, 家庭幸福, 主愿皆成。 数码的人都心善良, 不爱与人计较, 所以数码的人都健康, 平安, 快乐。 富有, 我希望今天, 至少由数码人帮我转。 谢了, 让我们为数码的人转发祈福吧。 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, 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 寿彼南山, 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 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打愿就可以实现。